这么多匪夷所思把老师关起来 学生已经考进来强迫转学 还记得去年9月开学季 花联台湾观光学院爆出停招危机 除了厨艺管理系之外 其余六系学生不得不办理转学 现在更进一步传出 校方疑似以限制人生自由的方式 逼迫教职员签下资遣同意书 老师跟教职员分成两个会议室 把我们关了三天 然后我们一定要签一项书才可以离开 很多学生有私下来问我 有些课都没有开 那有些课的老师 好像我们都不认识 好像也不专业 五号高教工会召开记者会 提出台湾观光学院和台湾运动彩券公司 疑似买卖董事会的交易契约 并谴责教育部和学校公益董事 牺牲了教职员与学生的权益 协助财团取得台湾目前账面价值超过7.9亿的土地与房屋建物 这些动作到底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要把老师赶走 把学生赶走 让学校尽速停办 校场能够转移到私人的财团的手上 在地的城乡差距 在地的教育资源 也连带的会跟都会更加的悬殊 面对高教工会严厉指控 教育部则澄清 台湾学院过去累积许多负债 公益董事十几年来帮台湾清偿十几亿元的债务 另外这一次是想在学校还有可用的资金下 让教师优退 而整个过程都十分公开 并没有步伐情绪 高教工会这样的一个指控 我觉得非常的遗憾 一个薪资给老师 我想考量基于学校 是整个少子化的 一个不得不的一个情况之下 原来的公益董事做这样的一个处理 台湾公司愿意来协助 我们花莲地区 花东地区的孩子 是有一个地方 可以让他去发挥他的潜能 建议部也肯定台湾彩公司给予协助 没有让学校直接退场 而是转型缩小学校规模 留下当地需要培养人才的厨艺性 餐饮研究所跟进修部 另外也计划成立花东地区 青少镑园区与职讯规划 原始新闻喜故迪弗鲁禄晚 台北市采访吧